你好 欢迎收看4月16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惠 台铁太鲁阁号事故造成49个人罹难 花联地检署经过14天侦办 约谈了上百人 16号下午2点钟宣布侦查终结 依过失之死 过失毁损轨道 还有肇事逃逸罪前将主贤李毅祥起诉 而逃逸的移工阿豪 则是依过失自死罪来起诉 目前两个人都被羁押境界 太鲁了出轨酿成49人死亡 花联地检署16号征结 主持人李毅祥被依过失致死 过失毁损 肇事逃逸起诉 而移工阿豪 则被依过失致死罪起诉 虽然说他的这个作为 其实是非常的轻率 而且非常的错误 但是他的行为 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车辆拉正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 他是希望这个车子翻落边坡 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认定 他是构成杀人罪 警方公布完整 本新车记录器截图 可见阿豪就出现在轨道边坡 试图警告司机员 而为了证实李毅祥的冷血行径 前方还将通年记录曝光 从9点29分到54分 李毅祥打了10通电话 但就是没有打119通报 事方当时两人也没有请专业人员协助 车辆脱困极度轻率 用准承重2400公斤的吊带 拖拉重7665公斤的大型工程车 进而造成重大死伤 还重创台湾国际形象 做这两人恶性重大 检方也痛批联合大帝的监造 李静福和张琦富财 他们在廉价期间进入到工区 去工作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人员去制止他们 违反他的注意义务 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他却没有去做 导致了这一次的事故的发生 车辆卡住并非第一次 今年1月又一辆混凝土预办车 在同处熄火 这次又发生车辆衰落边坡 导致太魯閣出轨 监督怠惰他们也难辞其咎 理想部分检方仇署最高行动 阿豪仇署有期徒刑三年以上 监造人员部分仇署四年以上 有期徒刑 检方短短15天内快速征结 就是要给理念者和家属一个招待 记者中报道